比亚迪大降价做第一个先桌子的人 把旗下的勤系列车型降到了7.98万 多大事了 可能这件事在三年后看会更加有意义 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一百多年前的清政府特别穷 然后就让刚刚善论的游船部大臣盛宣怀去搞钱 没错就是大家知道的盛宣怀 清末首富 这个游船部也贼厉害 管着邮政电信还包括铁路 甚至还有一个银行叫做交通银行 咱该说不说 深宣怀作为晚清第一站 还是红顶站 搞钱绝对是一把好手 他一坐游船大臣 他就发现这别的地方铁路建起来都赚钱 就你四川的铁路做的吗 不行 我要搞钱 你们弄的太慢了 我要代表国家 把这个铁路给收回来 然后把这个铁路做抵押 找外资银行去贷款 其实没借多少 也就300万 把铁路建起来 这样就好赚钱了 说起来没毛病 说白了 也就是一个300万的买卖 好 开始了 但是这个四川的铁路 当年开建的时候 都是当地的有钱人河谷开建的 至于为啥建的这么慢 对吧 蜀道南 这礼拜一千多年前就已经说过了 这建的吗 很正常吗 是不是 你现在说要收回去 那前期我们的头路不就搭水漂了吗 那不行 no 穿冷 啥手耸握呀 结合当年的环境 直接闹的就天翻地覆了 当时直接被定性为反叛 清政府呢 就把这个四川的总督给换了 那一个叫做端方的大城上了 端方的也是个传奇人物 属于改革派 这位老哥呢 一看这还得了 对吧 你们反叛 然后就从武汉派兵过去镇压 很正常嘛 是吧 结果呢 武汉就没有兵了 除了镇守当地的少量的兵士 这好死不死 留守的部队当中 有一个小军官还是革命党人 更巧的是 这个小军官 他们叫做工程营 还管着军械库 就这么巧 咱啥也别说了 起义吧 这小军官 熊炳昆 一扯嗓子 咱们烦了吧 这么腐朽的清政府 就这么烦了 顺手呢 也把端方给杀了 武汉起义就这样发生了 这还不算完 起义成功了 武汉宣布独立了 紧接着几个月 全国各地纷纷宣布独立 大清皇帝最后没辙 宣布下谈 就这样 清政府没了 走了近三百年的大清帝国 就这么没了 如果你非要往前追溯的话 你说你盛宣怀非要这三百万 他干嘛呀 对吧 不要这三百万 就不会有保禄运动 就不会有调兵镇压 也就不会有这么容易的武汉起义 也就不会让大家看到 清政府竟然这么落不禁风 也就不会 三百万的买卖呀 真的就是三百万的买卖吗 不是 对吧 咱们现在再看看比亚迪 这七点九八万的琴呢 真的只是一个汽车品牌 简单的价格战吗 他打的是价格战吗 完全不是 他这是仙桌子呀 原来西方工业体系的这个桌子 啥 你树林不吹牛会死吗 我知道你们要这么说 都散生到工业体系了 来看看 比亚迪这次降价的海报上面写着四个字 电比油低 至于是不是冲击传统的工业体系呢 咱们边走边看 这不仅仅是汽车工业 而是电和油的区别 谁管着全世界的油呢 谁又是最会玩电的人呢 不挤 就像圣宣淮1911年做到油船部大城一样 这才是故事的开始 再多说一个有意思的时候 这个呢是比亚迪降价后汽油车之一的 现代伊兰特打出来的广告 油比电强 我一看 这有公关做的 对吧 那到底强在哪呢 我拉到海报下面 一看 哎呀中文很丰富 你咋说都能圆回来 但是你这个保值强 它就不讲逻辑了呀 所谓的保值就是你的二手车不怎么掉价嘛 是吧 那你二手车不掉价的关键因素 就是新车不降价嘛 结果你看看这些油车 嗯 一看到比亚迪降价了 马上就跟着降价 你这个保值又从何说起呢 是不是 马上又要崩塌了呢 当然啊 你以为比亚迪是为了抢市场 卖一辆亏一辆吗 如果这样 我怎敢用这么狠的标题 帝国的反击呢 下一个视频 我们继续讲讲 比亚迪为啥要降价 他为啥又能降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